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歌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三级联播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先看一下第一副盘 大致倒是够了 但是一层牌没有 三上章的拍形 来小鸡打八条 先定家 来五万打七万 就是一上章 大家都是启动了 七万被碰 来六万也没用了 接着打 前面碰我一下 现在再吃六万 我的牌来万子不能打了 来九万 上家刚打过 这个九万倒是可以打 下家做万子 上家做筒子 下家都开始吐万子 看样子已经是一上章了 抓花缸二万 这个二万不能打 先分张打五桶 还好摸七桶听牌 打二万 下家也听牌了 下家打了四张万子出来 看样子 他应该是混一色 手里肯定有字牌 看看下家听什么 下家混一色听西北风对岛 四桶自摸 八花门青 十八分 加个苍蝇 二十一分 看一下第二副 来四条先打东风 我的牌缺匠 来八万 再打四条 这个牌 现在就是四人抬轿 杠五桶听牌 打掉七桶 打掉七桶 上家打两万点炮 四花门青十分 加个苍蝇 二十分 看一下最后一副 这个牌 算是三上张 招花杠五条 打掉一万 摸四万 摸四万进来 这个牌 现在就是一上听 下家都是听牌 下家都是听牌 上家也听 来气筒也直接打 我的牌也是一上张 他们两个小门亲 就不管他们了 来三万再打四万 又到了四人抬轿 来七万听牌 这个牌打六条 倒是安全系数高一点 但是四七条不好了 要听得好就要拼一个八筒 还好八筒没人要 上家摸八条点炮 四个花十分加仓也十五分